各位 针对刚刚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已经设计好了 可是可以分析吗 我们其实现在还不能分析 好 我们现在先去看资料好了 先去看资料 例如说进口 进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有统计期 通常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很想要知道 就是说哪些类别 他各年各月的表现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日期 他是民国 是不是要转成西元 所以接下来就要教你 如何把民国转成西元 好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取代 你把100 你把100变成什么 变成2011 对不对 那请问你要取代多少次 那这边是不是1月 你就要取代成1月1日 2月 你是不是要取代成2月1日 光是这样子的取代 你就要取代12次 再加上前面这个年的取代 有11年的资料 那你就要取代 就要做21次 对不对 好 当然了 也可以不要用取代 就写程式 所以我们现在来教你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 这边步骤就会有点多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用 常用 转换资料 请问为什么要在 Power Query里面做 而不是在Power BI里面做 你所有的动作在 Power Query编辑器里面做的话 到时候你有新资料未进来 它会直接帮你改 如果你是在Power BI里面做 对不起 它不会帮你做修改 就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ETL 最标准的ETL的工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统计期 因为我要让它最终 从100年1月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它本来是不是100年1月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 2011年1月1号 可以吗 因为这是我们看得懂的 日期的内容 这个其实它以为它是文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边步骤有点多 请你稍微记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复制资料行 整个整个复制资料行 所以你用这个 因为为什么要复制资料行 我不想要动到它的原始资料 所以滑鼠右键复制资料行 所以它会在最右边新增加一个叫做统计期复制 好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前面的这个1001 这是取出来之后加 取出来然后加3 这个这个取出来 然后加3 对不起 取出来加1911 取出来取前3 然后加1911 可以吗 好 那光是这件事情的做法有非常多种 看你们要写程式还是不想写程式 那我们先这样做好了 先把它拆分开来 就是把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拆分 好 所以怎么样把这一栏拆开 我用的是分割资料行 一分格符号 所以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分格分格是制定 依照年这个字来分 然后请把这个引用的字元把它改成5 没有 然后确定 我是不是把它分成这一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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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一栏 还有这一栏 因为它刚刚这边是不是1月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它就跳出变成日期了 其实这个不是日期 这应该是文字 可以吗 我稍微先把它还原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做分割 对不对 所以我要再做一次分割 就是我等于说 刚刚那个分割重新做给你看 好 滑鼠右键分割资料行 依分格符号 好 那这个做好了 这个做法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 分割符号 依未至 我只要取出前三个数字 好 0 3 听得懂 3就是前面三个数字 然后呢 4 可以吗 4 5 确定 好 所以第一个 100 可以吗 然后有一个年 这个记得 这个记得要改回来变成文字 它就变成一月了 听得懂吗 反正方法非常多种 好了 我想就用很 刚刚那种很单纯的分割好了 否则的话到时候那么多种你也不记得 来 滑鼠右键 对 对 对不对 以重复资料 滑鼠右键 然后分割资料行 1 分割符号 然后请把这个 我要看到年就把它拆分 所以用什么分割符号呢 制定里面的年 然后这个改成无 因为它里面没有两撇 文字是没有两撇的 好 所以这边选择无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民国年 然后记得请把它改成文字 取代现有 怎么取代成文字呢 就是左上角这个图示点下去 改成文字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 刚刚那个民国年 还有月份别都有了 可以吗 请就先坐到嘴边就好了